列的條件 常用的是重複的列 我可能要把它刪掉 比方比對一下,很多重複的列我把它刪掉 但你用人工來刪一定很麻煩 或者是什麼呢,你有空白列 你要把它刪掉 或者是說你有哪些資料 你不要,你要把它刪掉 類似像這邊 最重要就是說你要學會幾個重點 第一個,你要知道 列的物件名稱叫什麼 我們前面學過Sales儲存格嗎 Range是範圍 這個列的話叫Rose Rose,因為它很多列 刮鬍哪一列你要刪掉 就點Delete 不過前提是你要知道說 哪一列你要刪掉,你要做邏輯判斷 還有你要把某範圍的 資料做比對完之後 再刪除 那你可能要跑個回圈 比如說一個抓出來比對一下 比如說我要刪除的 是標準 或者過瘦 我要留下過胖的只有兩個 所以刪完之後剩兩個 那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就是我剛剛講 回圈範圍 前面我們回圈範圍是4 i 等於4到最下面的列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有一個要點 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刪掉 如果我從上面往下刪 第四列要不要刪? 要 所以把第四列刪了 那第四列刪了之後 我應該等一下刪第五列 可是如果你從上面往下刪的話 那第四列刪掉之後 怎麼樣? 原來的第五列怎麼樣? 跑到第四列去了 那怎麼辦呢? 變成你刪掉一列 你還要再-1 不過加1-1其實我覺得頗麻煩 不如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 乾脆我倒過來跑回圈 for i 等於是3到4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刪掉這個 刪掉這個 你會發現我刪第十三個 刪掉之後 後面我要再刪第十二列 可是我刪掉第十三列 你會發現 十二列還在 位置也不會變動 有沒有 那我接下來刪第十二列 所以十二列刪掉之後的話 在刪第十一列 十一列也沒影響 所以特別注意喔 在Excel裡面 如果你VBA裡面 只要牽涉到刪除 某些物件的話 我都建議你倒過來 從後面 從大到小 不過我們前面回圈有講到是 從小到大 你也講到從大到小 所以這裡面的話 可能你要學會 第一個是RAWS物件 第二個刪除 第三個就倒過來就對了 那怎麼做喔 接下來 不過在做這個動作之前 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因為我剛剛講過它不可逆嘛 所以如果你沒有複製 刪完之後就沒有了 回不去了 所以第一個先複製 第二個的話 一樣在VBA裡面做什麼呢 跑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範圍呢 基本上是for i 等於大到小 所以基本上我插入一個叫刪除 刪除列好了 程序裡面 名稱也許叫刪除列 那這邊的話把那個名稱 輸入上去 刪除列 當然 如果你以後要刪除藍也是一樣 反正就是 ROS 改成colons col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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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做法基本上是一樣 一個是 橫向 一個是縱向 那我們一個SARC 刪除列按確定 那這個刪除列裡面 第一個我講過 回圈一定要顛倒 所以我基本上呢 可以什麼 for i 假設我用13 for i等於 i等於13 到 什麼呢 到那個 我們的4 for i等於 OK 然後記得 enter兩下 那請你特別注意 如果你越來越多 那後面不用加step 可是你越來越少 記得一定要加一個step step是 等差 差多少 差多少 預設是1 所以1234 如果說你不是 那個等差1的話 那你就要加一個step 如果相差多少 負1 有沒有 負1意思是什麼 越來越少 意思是怎麼樣 13 幫我再減1 再減1 所以它會越來越少 增加一個什麼呢 增加一個step 負1 然後做什麼呢 判斷一下 判斷什麼呢 如果那個資料裡面不等於 因為我要留下是過胖 所以我邏輯可以怎麼下比較好 這個3 應該是倒過來 應該是這個3 這個不要3 所以邏輯應該 如果那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當什麼情況下3 不等於 對最簡單 對 不等於過胖 應該會敘述 或者我剛剛本來想說 等於標準 或等於過瘦 感覺好像這樣有點 程式寫的比較多 所以怎麼寫最簡單 你就用那種邏輯 因為結果一樣嘛 幹嘛寫那麼多 OK 所以呢接下來的 如果不等於 所以一幅什麼呢 那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Sales 哪一列呢 一樣是I列 哪一欄呢 我們也許是 剛剛是哪一欄 L跟K都可以 不然我們就用那個K好了 K欄裡面的資料 假如是不等於過胖 然後呢 我就直接把它刪掉 then andif 這邊就沒有 這邊就不需要L 因為就 不是過胖 3 那3怎麼寫呢 就是Rose 刮符 那一列 哪一列 I列 因為它現在跑的 就是那一列 那一列就是I 這個變數 刪除的話 就點什麼 Delete OK Delete應該會拼啦 如果不會拼的話 看一下鍵盤 上面有個Delete的鍵 上面字就一模一樣 一樣喔 如果你要插入列的話 就insert insert不會拼 鍵盤真的也有 一個insert insert 一樣的名稱 Delete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寫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 這個邏輯啦 其實程式寫來寫去 不外乎就是回圈 不外乎就是邏輯判斷 然後呢 再來就是頂多就是什麼 頂多就是你要做什麼事情 那今天又多講了一個 叫做 列的物件 OK 哪一列喔 所以呢 那一列把它Delete 解釋掉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 就直接來試一下 那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 足行討 足行的話呢 就是按F8 我 當你在執行的話 先不要 不一定需要 做按鈕啦 因為 有的時候 像這個 這個工作 如果做完之後呢 你就等於是 就把它關了 那其實有的時候 不一定要 需要做按鈕 像我有時候 刪除做完就算了 我要的是後面的動作 我可以按F8 F8 他就 游標放這個 刪除列的Sub F8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I 它會是13 那所以呢 我就從K13裡面抓 是不是 K13 是不是 那個 13 裡面是空的 多一個 應該是12才對 不過沒關係啦 反正我就這個是 等於它把它刪掉 OK Delete 然後呢 在12 是不是 它也不是過胖 所以12列刪掉 那11列刪掉 有沒有 X類推 所以你會發現 當第8的話跳過 再來的話呢 就是第7刪掉 那第7會往上 然後在第2 這個跳過 第2 然後第1 刪除了 最後就跑完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最後剩下來的 就只有過胖的部分 其他就刪光光了 但是特別注意喔 剛剛提過 這個是沒有辦法復原的 所以你現在按Ctrl Z 它不會理你 因為已經刪掉了 所以盡量怎麼樣 你要做這個動作之前 自行先複製一個工作表 然後再開始練習 不然的話刪完之後 就沒有了 OK 所以這個 因為練習先跟各位講 因為之前就是沒先講 只有同學刪完之後 老師那接下來怎麼練習 沒有了 就沒辦法練習 所以可能要關掉 而且你重開 可是又沒有存檔 那就麻煩了 所以這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的注意 刪除的話 那其實這個刪除 力也還蠻實用的 因為蠻多地方 如果你不會用VBA 可以幫你判斷刪除的話 哇 資料一多 你總不可能一個慢慢看 慢慢看 然後慢慢刪 你不要的東西刪 那可是如果你用這個方法的話 其實喔 跑一下回圈啦 以後改一下就好了 那所以邏輯非常簡單 就是哪一些是你要刪的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這個回圈 一定是反向的 反向回圈 然後判斷 並且做Delete 另外的話 還可以做Insert 就是插入空白 因為其實之前也蠻多同學說 老師我的工作裡面呢 需要在每一列下面 自動幫我插入空白列 可是呢 將來我要輸出報表 因為要動態的再幫我 把那些空白列刪掉 它以前都是手動的 我說你按一鍵完成就好了 基本上也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後面喔 在下一階段有一個 那個什麼呢 在下一階段的練習題裡面 就是邏輯函數的下一個 就是日期與時間函數喔 這個裡面的話 也有一個類似的範例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在下一個階段 日期與時間函數 會做一個年曆出來 這個年曆的話 因為做完之後 缺一個什麼呢 缺一個就是 我需要在底下呢 插入一個空白列 這個空白列是做什麼呢 可以讓我增加形式力 那我要怎麼做 這個 剛剛我可以插入一個空白列 另外後面還可以學到 插入空白列之後 還可以再調整列高 因為同學說 老師我希望插入空白列之後 如果還要再調整列高 那手動再來調一次很麻煩 可不可以插入空白列 順便調整一下列高 那我設定多高 它就多高 這樣的話 就還蠻不錯的 所以這個下一個階段 還會再講到有關那個 列的這個部分的應用 其實還蠻多的 然後下一階段這邊 有個綜合練習題 那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我給第一天 我希望向右向下 一 只要很簡單的動作 就可以幫我把一整年的年力產生 第二個的話呢 可以自動幫我增加我需要的空白列數 那我可以在底下輸入我要的形式力 最好你可以針對不同的客戶 不同的工作需求 你可以建立不同的年力 這個形式力 這樣蠻實用的一個功能 那是要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不過因為時間 大概剩下三分鐘 所以這個大概開個頭 裡面大概會需要 知道幾個比較重要的函數 像datif edate函數等等的 回去的話也可以先試做看看 那再來我們剛剛講到 那個綜合練習題後面還有一題 不過這一題給各位當練習題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 找出今天日期 就today嘛 插入函數 裡面你可以用什麼 用日期時間 你可以用today today裡面的話抓出今天日期 那他的年齡怎麼算 兩種算法 一個是把他的生日前面年的部分抓出來 跟今天的相比 所以今天的有沒有 用一耳函數抓那個 減掉生日 但是這種減法 會有個缺點 就是他如果生日還沒到 還是會多算一歲 所以如果你要什麼 比較精確的年齡的話 你可能要用一個函數 就是下一個這樣會講的那個 datif函數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比較精確的 你應該是用那個等於什麼 datif 但是這個datif 你想說老師你為什麼要自己打 很抱歉 他沒有加到清單裡 主要是因為這個函數 是lotus123的專利 他沒有辦法幫你加到清單 但是他可以相容於lotus 所以他可以用打的 但是不能插入函數 那可是問題這個函數太重要了 沒有這個函數很多事情不好做 所以你可以用datif 錢瓜糊 哪一天 前面的日期是生日 逗點 跟今天比較 比什麼呢 比一個y 的自串 前後要加雙以後 然後待會把那個f2給鎖起來 然後打勾啦 就可以算出年齡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老人精貼的 情領條件有 總共兩個 一個是要90歲以上 一個是要住在台北市 或者新北市 或 OK 所以變成說 這個題目裡面就是 要在交期裡面 還有一個連期 所以這一題比較難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你可能就是and 第一個條件 然後呢 可是裡面呢 豆點之後呢 你可以再加個o 所以and裡面還可以加o 應該可以了解 如果有符合 你就yes 反正就no 就ok了 同樣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試做出VBA VBA我們今天不是有做了 總共有三個按鈕嗎 對不對 一、二、三 所以哦 一樣的方法 也可以請會把那個後面的加上去 那就是今天的練習題 其他的話應該大概 刪除的話 大概就這樣 不過哦 原來那個刪除列 刪除之後有沒有 那個按鈕變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不要變形的話 有一招哦 按右鍵 控制項的格式 它裡面有個叫什麼 摘要資訊 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個改變 這個一定要設定哦 如果沒有設定的話 它一刪除 那那個按鈕就會馬上變形 這個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其實細節大概這些啦 所以回去的話 請各位再試做看看 所以今天主要是把那個表單的部分 我表單那個東西實在是 相對的還是比其他的還來的複雜 不過我大概有把比較重要的要點 跟各位做說明 主要還是回去一定要多找一些 練習啦 OK 盡量哦 簡單的輸入 第二個就是 綜合練習題裡面的 多增加 多講一個刪除列的這個功能 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要來看日期與時間 函數相關的部分 OK 那今天的話就先講到這裡 OK 那影片 OK OK